《财经焦点》 今天当然和大家看看中国经济数据 刚刚出了财新的制造业PMI数据 连同官方两个制造业指数都差过上个月 也差过市场预期 我们已经看到了 7月份官方数据财新幸好高过50 高过50表示制造业正在扩张 但官方昨天公布的数据只剩下多少 49是三个月低位 49低过50就是在收缩 是不是中国经济有没有一个担心在这儿呢 请教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蔡永鸿先生 蔡先生你好 大家好 蔡先生早晨 真是担心见到数据 刚才还见到彭博有个分析说 看完PMI数据他怎么形容 他说反映到经济动力突然间失去了 背后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和烂尾楼问题都拖累到经济 看下你意见怎样 我看制造业这方面 其实受到影响主要几方面 一个就是外围的环境 其实你看到大家在6、7月份开始 都担心全球经济 是不是陷入一个严重的放缓 或者一个衰退的情况 外围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PMI的数字 其实主要是和上个月的比较 所以你见到6月份 其实经济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力的复苏之后 其实7月和6月比 它略为在一个暂季的暂季 回落其实都是过往的一个轨迹来的 所以你这个也见到为什么会轻微地回落了 我们见到其实财新的方面还有50以上 不算一个太差的数字 还有见到疫情和一些疫情相关的措施 都还有一些反复 所以这部分就见到为什么整体来说 那个製造业的采购经历指数 都是50上下的那里是一个徘徊 但我们又不会太担心 它真的那个动力一下子失去了 因为其实除了制造业之外 我们都见到其实服务业 就是那个非制造业那里 其实都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 志伯你们言下之意就比较不是看得那么差 但是我见到财新自己做这个统计 这位经济学家 他都怎么形容呢 那个复苏是不稳固 当然这个就跟中央的讲话一样 还有一些比较担心的地方是什么呢 譬如就业市场的反弹就比较迟缓 还是处于收缩的区间 真的有些环节是会比较差一点的 实在你们觉得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看完这个数据 中国经济所谓见底论是否真的能够确立呢 是 我们其实觉得虽然这个数据 7月份是略为回远 但是我们整体来说都觉得 基本上应该中国经济 在第二季即是4、5月份已经见底了 就慢慢地回升 就是回升的那个力度 其实未必是好像原先预期那么大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6月份 无论是说一个零售 或者是说那个工业产值 其实那个增长已经是回复一个正数 那我们都见到 大家可能会担心那个就业是不是弱一些 其实都见到去到6月份 那个调查的失业率 其实都已经从之前的高位 是慢慢地回落 那我们都会觉得 其实应该那个 就是这个GDP增长就是0.4% 那其实非常非常温和 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你看到这个数据 是否维持 你们之前已经说过 估计全年是略低过5% 是否都继续这个看法 我们看回就见到 其实上半年内地的经济增长 其实平均2.5% 那一般来说 内地其实上半年的经济的规模 其实略小于下半年的 所以我们看回全年来说 平均有机会都仍在4.5到5之间 这些水平 所以我们会觉得 未必说是和我们原先的预期 略低于5会有太大的分别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下半年来说 其实疫情那方面虽然有些反复 但是那些疫情的措施 未必说会好像之前那么大规模 可能都是略为是有些针对性的 另外已经是加大了一些政策的支持力度了 我们见到财政方面 也都是会提前发行一些的专项债 也是见到那个建造业方面的PMI 其实去到59点多的 我们见到在一个基建拉动的方面 其实那个动力相信是会显现出来 还有见到其实服务业方面的PMI 都不是说太差的 都是53左右这些 所以见到其实整体来说的经济动力 是慢慢地浮现 但是只不过浮现的步伐 未必好像市场一些预期是那么快 蔡先生波特哈 你在服务业那里 其实仍然是有一个扩张的情况 有关于刚才GDP的数据那里 就是第一和第二季 我仍然看到增长数字 分别是4.8和0.4 拉云是2.5%增长的 其实因为中央那个目标 你也知道了 虽然近期又说什么政治局会议 希望淡化那个增长目标 其实这个是传闻来的 目标就是5.5% 有些人推算深刻很清 如果你真的全年要做到5.5% 表示下半年要增长多少 是增长超过8%的增长 其实我们换言之来说 根据你刚才的预测 你都未觉得去到5.5% 是不是真的达标的机会都很微呢 还有刚才如果你说去到5% 都很厉害的 下半年到 那下半年你们的 评测是怎样的 其实你见到上半年 预测的走势是2.5% 其实如果你说下半年 是可以达到5.5%或者6%左右 其实全年拉云平均 已经都会有4.5%这些水平 所以其实又不是说 一个太难达到的情况 你认为这个目标是否 下半年超过5%的水平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你见到 第一季其实都有半年4.8% 所以其实你见到 如果再有些政策力度支持的话 其实三四季度加起来 其实超过5% 我觉得是绝对有机会的 所以拉云平均来看 其实你未必说会是一个 真的好像第二季度那么忧虑 或者上半年那么忧虑 2.5%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都整体看来说 中央政策的支持力度 其实的而且国家大了 这一方面其实对于内地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作用 还有另外就是疫情 4.5月份最大的一个疫情的影响 但是去到6.7月份 开始疫情方面 可能更加有针对性 去处理其实怎么样去 在一个经济 和防疫方面有一个平衡 这个都是中央现在最新提出的看法 就不是说完全是 只是看着疫情 也都是要平衡经济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来说 都是有一个复苏的一个机会 还有你也看到最近 你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他们那些的预测 都不是说下半年的经济会含入衰退 也都是会觉得下半年全球来说 仍然都是有一个正的增长 这个对经济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 刚刚想调回问你 蔡先生 很老实实 因为IMF 看得比你保守一点 例如好像中国经济 他们看全年都是只有3.3%增长 全球是3.2% 其实这个点是什么呢 这些数字全部都是revised down 都是近期再次向下修订 看得再保守一点 还有IMF都警告全球是有衰退风险 所以我们简单总结一些因素 你觉得很正确的 好的因素就是内地防疫最严厉的情况 他们都觉得过去了 还有中央有政策支持 支持什么呢 刚才你说的基建 还有刚刚看到国务院常务会议 都重申了什么 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 消费都很重要 但是同一时间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因为外围的经济对内地都很重要 影响出口的情况 其实现在大家担心什么呢 美国经济已经是技术性衰退了 是不是 还有继续加息下 大家担心 好像IMF所说 环球是否有衰退风险呢 还有内地烂尾楼问题 是否会继续拖累经济呢 我们看到房地产销售已经跌得很厉害了 你怎么回应呢 我看到其实你说环球方面 大家虽然都很担心一个衰退的情况 但是看到其实IMF最新的一个预测 其实那个环球经济仍然是有增长的 今年是三点多 明年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水平 你见到其实这样的一个增速 其实不算是一个衰退 只是担心会有衰退的情况 就未成为现实的 美国方面你说可能是技术性衰退 但是其实技术性衰退又不是真的代表衰退 因为其实我们都要看回整体到最后 美国的一个组织 其实有没有将今次的两次负增长 是定为一个衰退 其实很多时候衰退 经常都会说是就业市场要恶化 其实你见到美国方面 其实就业市场仍然是相当旺盛 那个新增的飞龙职位数目 仍然每个月平均都是有三四十万 所以这个距离衰退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距离 所以我就觉得环球经济那方面 大家是忧虑不明朗因素是多的 但是就未至于现实上 已经是在一个衰退当中 那内防呢? 是的 内防那方面我也想分享一下 其实和美国的次案 其实大家不需要说相提并论 或者有一个担忧的 因为其实始终内地方面的一些案件 其实质素是比美国爱好的 你美国次案当时 很多人其实是没有首期 或者是一些信贷方面的质素很差 他都借钱给他 但是内地其实是需要一个 很大量的一个首期 还有其实之前其实都有很多的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们会见到 其实现在不还款的情况 不是因为他没有钱 只不过是因为担心他收不到楼而已 还有你看到中央都已经在一个 政治局会议那里提到 然后呢是要补这个交房 还有呢是说要支持一个光需 还有是一些换楼的需求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政策方面其实都会是带动的话呢 那我会觉得其实内地 就是你说担心南美楼的那个 会影响很大的对金融体系影响 就不会说太过是忧虑了 因为始终占的比例都是相对少的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当然国际评级机构标普 它都有些数字 担心内地断供的楼盘 总值可能会接近1万亿人民币 我们稳日再说 蔡先生多谢你 提醒大家 待会4点半 今天我们有香港GDP 估计增长0.3% 我们稍后再谈 有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放活 但还在扩张的状态 比较反映中小企的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7月份跌到50.4% 低过市场预期 当中产出、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 表现比6月份差 就业指数更加跌到超过两年低位 编制指数机构认为 虽然疫情缓和有助于制造业复苏 但基础并不稳固 而且就业市场持续受压 低收入民众经济状况恶化 建议加强稳定就业 提高临时的救助等 人民币中间价连跌两日 官方开出的人民币中间价 最新报6.7467对1美元 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了30点 现货人民币方面 在岸价早段在6.74水平上落 离岸价在6.75水平徘徊 另外人民银行连续4日进行20亿人民币 逆回购操作 扣除今日到期的逆回购 单日在市场正回笼30亿人民币 中国能源建设分拆部分民用炸爆炸品的业务 重早上市 深圳上市的南岭雲爆计划发行新股 收购公司是大股东的逆普力 九成半的股权 每股作价是7.18人民币 交南岭雲爆上星期五收市折让接近五成二 南岭雲爆同时计划配售A股 集资最多超过13亿人民币 完成交易之后 中国能建会间接控股南岭 不相信重组会有助于令到民用爆炸品业务 有一站式的独立尝试平台 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今天的指数大家知道 无论是上海、深圳、香港都不行 港股穿了2万关 最多跌过270几点 低位刚才落队19884 19884 现在稍微好一点 仍然跌200点 跌幅超过1% 刚才上证到超过一个月低位 最新就好一点 跌10点 跌幅0.3% 深圳市反过来站稳 这时刻我们也要找Kent聊聊天 Kent你好 有盧志明在这里 早晨各位 早晨各位 市这样大家都不开胃 港股稍后再说 深圳和上海市走势过别 至少深圳市站得稳 不如我们先问内地市 有没有意见 现在的PMI数据差一个预期 是否大家会反过逆向思维 中央可能会推更多一些政策 所以市有没有机会反过来站得稳 呢 反过来站得稳 就要视乎究竟是站得稳 可以推上去多少 我想这个才是关键点 就是说站得稳也好 不等于市场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福利好 甚至是指数或者很多股份可以走上去 那现在大家因为最主要的那段 5月至7月那段 其实那个反弹力度很强 上证弹率是3450 现在这一段我相信会反复 在这些位置沉一沉一个支持点 那个支持点现在大概是3150 但是上面的阻力就明显是3350 那不排除现在来的8月开局 如果没有什么大大边差 大家都会仍然是 憧憬国内一些政策措施 会慢慢会落实在实施的时候 那你变相对指数的支持会强 但是如果你用那个时间来推敲 会不会这一段是很大的动力走上去呢 我反而觉得这一段 或者是叫8月或者是8月整个月 都会比较是在这些水平 不靠下来热穿 刚才我所说的位置算是好 那可能集中焦点 大家都是在9月附近 开始国内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叫做会议 或者是接近多一些的一些消息面的时候 就会更加有动力了 现在反而我觉得在这些位置 反反复复向紧下挑战3150这个位置 机会率会比较提高 8月份我们今天开局 我们做一些历史数据 你知道那些传媒很喜欢做 究竟8月份有没有运行的呢 原来上证指数上升的机会率是55%左右 因为过去31年就出现上升的次数 在31年当中就17次升 17 跌的次数就是14次 不过说实际如果这样 指标作用都不是很大 升跌升人多一点 5波不是很大 没有什么特别的指标 听着先这样解 我们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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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腾讯在3月中的时候的低位当时做过297元 即港股距离3月中18,200还差很远 但腾讯就不是了 最低做过300.6 距离3月中的低位差几元 非常弱势 恒生中国企业排第三位 价格下跌5毫2仙 美团反过来站得稳 反复升到5毫 刑户基金下跌2毫 看看6至10位有些什么 第六位有只友邦跌2元 南方恒生科技跌4,2元 吉利今天炒什么呢 PMI数据不好 反过来有没有刺激政策憧憬呢 市场有感的传息在这里 吉利汽车在升8% 大幅上升 另外两只衍生工具不用报了 刑关目见到衍住下跌 汇丰今天公布业绩了 中午的时候 业绩前股价都是受压 跌幅连同煤气都是超过百分之一 Kennard 啤酒股今天炒什么 清碑很厉害 其实几个大环妖主题 在板块里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股份 可以叫做落锅的话 大家就会执着一点 就是说天气热 在对它们的销路上 有没有一个大一点的支撑点 还有啤酒股在过去一个月 比较轻松一点 我们看到白威亚 但是上面逐级逐级阻力 开始会看到 如果这个位置再跟进去的话 我相信大家又要留意了 正如前个星期都出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 一贴着80元边 80元楼上的话 大家就要用一些目标区 去锁这个位置进去也好 你看自己的目标是多少了 暂时如果你用上面那个箱顶 那个附近位置 2021年那个位置 大概是89元至90元 就是说这个位置 啤酒股我觉得都还可以的 如果你纯粹2分16%附近的一个搜索点的话 如果清啤为标准的话 89至90元是大家的目标区 以点钱来说都可以做一个操作的 今天清啤根据经济通 超过52周高位 X5大家见不见那只棍子 很大棍的阳烛就是破了位 原来右手边A股也是 右手边A股现在最新108.13 跳跳升9% 差不多升停板了 52周高位就108.5 有机会都破位 Ken 其实你刚才都帮我们尽量解话 讲真一句 你真的对啤酒股 他们自己的好消息 真的暂时找不到 刚才你说的可能是天气热 憧憬的需求上升 如果我叫我想的话 我就会想中央说谷消费支持经济 是吧 啤酒都算是内税 不知道能不能扔到边 再数下去 白威 你说呢 扔到边 但是问题是 我想问了 吴嘉雯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你一向不喝啤酒的 你不会突然间喝的 天气热你都不会喝啤酒的 喝个人喝多一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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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多喝一瓶 你给你喝多一瓶而已 你不会都可以烫水那样 那问题就是我想 刚才的主因就是一个第一点 大家就是 在没什么特别板块里面 你现在要撑消费的话 当然是啤酒里面 加上天气又有个效应在里面 但是要留意着一点 为什么会比较保守呢 因为始终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你对一些啤酒 你百威亚泰出来的业绩 大家都会看到 是 销量会有个轻微的增长 但是问题就是 你的价格 可否完全是 放回到消费者身上呢 就是转嫁到去 不能够完全转嫁到 而高端消费的一些啤酒里的行列 我觉得这个需求面 始终都会受制着格格因素的影响 所以你看到法威亚泰系 你说受惠下天天气又好 或者受惠买多一点都好 你看到股价一贴着24元25元 就已经无以为计了 那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衡量 有好那边 但是也都有一个负面拉住的后腿 所以形成了股价 在算是中高端位置 比起其他股份还好一点 是有一些叫炒足的意味和空间在那里 嗯 是的 就是怕毛利率会有压力 成本性的嘛 不过坦白说一句我还没数完的 因为百威呢 其实大数来说 我见到不止一间行 就是你计算成本的样东西 那个业绩是好过预期的 还有呢 这两天呢 我想你有看内地的那个疫情呢 好了一点的 疫情受控呢 可能通常都对啤酒股利好的 其实呢 大方向你说了 就是保守一点 是不是 但我都想问一只 刚才你唯一只未提的 就是华润啤酒 一百威你说了 本来我都想问一下 追不追到落后 那样 华润啤酒是否算落后 华润啤酒呢 我们不要用一个落后的概念 来看它自己本身 反而反过来 我用2020的大概一月的高位延伸下来 其实你看到291自己本身处于一个叫下降轨的轨迹里面 那这个股价其实一浪低于一浪的 那个浪顶 现在的反弹位置呢 就是其实5月至7月 随着中资股 尤其是华润是反弹的幅度很多呢 弹到上去60元边附近这些这样的水平 现在你再做上去的话 我都是仍然维持 它自己本身的阻力区或者目标区呢 都是60元边 如果你中观刚才那三只的啤酒股 291也好168也好 或者176也好 现价计都是大概接近10%附近 水位不多是吗 特别很强 10%附近已经很厉害了 现在在这些市况里面 好啊好啊 如果这样就自己想想 Ken 如果你给了一个水位我呢 我老实说我都未必买 10%水位 一个不觉意 好像市今无端端又穿两患 有点牙烟 当然了解一下 起码今天知道这个板块做得好 都OK的 今天总之来说 就是消费率得 啤酒得 还有另一个板块 汽车股 今天多只都是上升 中央呢 中央呢就延续了 那个免征汽车救治税 就是买车的征税那里 不用给税 这件事就是延长了的意思 今天呢 袁哥我看到了 不用这么说了 等会回来了Ken 这些可能你都未必最合心的了 你的提示 我们回来说 欢迎回来 节目时间 跟着下指数最新的情况 看到港股一道 杀手2万点最多的时候跌过200几点的 最新2万点边缘那里浮沉沉沉 现价 刚好做2万点跌156点 A股部份指数有点起息 深圳承问指数升回 0.5%升到71点 我们跟进一下大股最新情况 有嘉宾的嘉宾老师明 Kent在这里 跟我们讲一下港股最新表现的 Kent 你好 是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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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首个交易日一开局 就要先离一记满棍 叫做打了两万点以下 但是两万点是否叫正式失手呢 又不是的 Kent 就跟我们跨了一个跨跨 究竟支持阻力 究竟怎么走 是不是看区间横行的格局 暂时应该相信是 2万0 200点其实是中间的分水令 你叻一点的话 上面其实是跨了50天线流上 2万1附近已经压力很大 要在8月里面突破这个框框比较难 反而就是说在现在的框框位 今早试过比较低一点 1万9800松一点都未到 我想以500点为一个分水令 1万9700、1万9200 逐级逐级会见到支持的了 市底比较弱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几只的重磅股 其实都是拖累着大市 你看到700这些都形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隐忧性 令到指数都是逐级逐级下去了 但是重点 这些都是要看上证或者A股 在这些位置串不串得稳 有没有一些氮力 如果有些氮力的话 对港股来说后市的支持也会强 但是港股指数成分 股有没有几只拖着的话 你要指数很努力的话 都是谈何容易的了 所以指数相信仍然是偏弱格局 反复会试一次底部 但是会大幅跌穿的可能性也不大 是个别股份 还有些好像今天 仍然有一些股份 说着汽车 啤仔窝类这些 都仍然有一些看头的 所以大家都是环表着一些政策层面 而不受指数影响性太多的股份 仍然有一些空间来到 但是我们这几个月一直跟你谈 都看到简估越来越难 有时候有些板块以为可以安心查 有些不利因素可以出现的 最新你简估有一个新的概念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为止和指数关联 大市的气氛叫做没有那么大关系的股份 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反顾要看着第一个势头 势就是在5至7月中资股明显反弹 可以集中多一些资金 或者集中的部署在中资股 好了 现在在这个阶段 暂时中资股份都是比较明显 有些多一些压力的情况之下 可以放一些叫国际类型的消费股类别 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大家都看到美股是正在做一个反弹 你对这一类的海外市场 都占比较多一些的股份 它们的稳定性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两个 这里一只就是欧苏丹 欧苏丹自己本身出来的业绩 在过去这段时间都是比较对反的 增长度也是看到的 只不过就是刚刚过去这段时间 股价反弹到27.5% 就没什么暂时动力 我相信如果是找一些安全点 或者一些比较合理的区域 去做一个配置的话 24.5% 24元边附近 大家都可以不妨考虑 目标可以逐级推回到27.5%至28元 我觉得这些国际消费股类别 随着在它自己本身的业绩里面 反映出来的情况 也都是可以有个比较稳定的情况 不会突然间急跌 令到大家一个叫无所迟躁 或者手组冒躁 这个是其中一个重点 当然无所迟躁是其中一只 第二只也是回到一些和旅游相关的股份 而外卫情况 在说旅游的情况 或者是一些商务的情况 已经开始复偿的时候 1910Gibson 我也觉得仍然可以维持考虑的情况 但是Gibson过去这段时间 大家都看到这个新秀励 过去这一年多的股价暂时都是一个叫上落的格局 那业绩在上次出来的话 已经有一个叫转轨为盈了 如果你开始说5月打后 看到其他地方开始陆续上的话 那股价呢 我又觉得可以hold了 hold大概在说15.5元附近 或者15元鬆一点 那望华望上去18元呢 那上网空间也都会大的 至于是带14元呢 其实那个安全程度 或者是可索性呢 比起其他股份也都会比较高一点 开宗明儿 刚才讲的重点 就是那些国际类型比较线比都会有在的 而他们也是消费类型的 我相信会比较好一点 好 那我逐游都拆细一些分析 讲下973的消息 973其实业绩不差的股份 你都讲到了 大家知道这件事都一段日子的了 由几个中期业绩之前 已经发现他业情期间做得挺好 或者是复苏复得挺好的 6月27号的时候有公布过 去年纯利增长去到6成 创新高 兼且增派抹期食 当时股价炒过一阵的了 期后都有大恐挂 去年业绩好的预期 对他的评级又再看高 有一期是keep着reweight 再向上调整对他的看法 最新就不知去年业绩了 就讲到说公布首季度销售升15% 香港录得双位数增长 Kent跟我们讲讲973的股价 首先就是他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 看到今年开局 2022开局他插了一大阵下来 其后才会弹起来 但是还没收服 或许年头失地还没回到那些位置 市场会不会的气氛始终也有限制着 他的业绩做得好 但是气氛始终也对他有一些压抑的作用 现在股价会不会都反映了很多 说去年业绩做得很好 首位业绩有应该会对板的因素 我自己觉得对板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问题是大家始终对市场有顾忌 顾忌不单止是在它本身的产品 提加能力的顾忌上 不要忘记一点 在刚刚在这大半年里面 其实美股是在做一个调整 留意你记住可能稍微出了一些问题 稍后我们再找Kent和我们谈谈 我们也先报一报价 欧书单最新就要跌1.3% 现价在做26.3% 如果计及之前还有增加过派息 目前的息率也做得不差 最新的市盈率去到19倍 息率暂时就有差不多两厘左右 不过年头起计暂时还是要跌 看看新秀例 新秀例今天升到0.7% 现价在做16.56% 新秀例同样都有公布过季迹 新秀例就预计三月底子的季度 收入都有增长到6成 业绩又可以转规为盈 赚钱的 我们又和Kent分析一下这三个 叫做国际零售股 再加上product 刚刚才讲的是973 你就说其实应该还有水位 业绩很厉害 应该陆续继续反映在股价上 但是新秀例业绩转规为盈 好像股价就没有走得那么明显 1910 贵职有得赚钱 赚1640万美元 无理论都有得升 是否因为始终美国际全面通关 还有些旅游限制在那儿 所以它只能够在一个大型的区间走 之前三个顶都挑战不了 1910的走势你怎么看 1910很明显在一年多两年 是走上来说14、5美元以上之后 去到18、9美元 就暂时没有什么突破的能力 因为始终大家都要留意 有部分市场都会在国内的一些旅游 或者相关的一些复苏的情况里面 还有防疫措施 这个都是受制着它自己本身的股价 去到18、9美元就无疑云计 但是环保一点 是买这一类型的股份好像伸手类似 它自己本身在国际市场 都会有一个复苏概念的时候 令到股价相据地在这个波幅里面 我相信现在暂时的股份是锁住了波幅 对某一些朋友来说 都不是一个叫做比较困难去处理的事 总之你看到它的股价 一旦挨回来比较低端的水平的时候 你去做一个买入的部署或者你一个策略 我炒上面说的是大概有15-20% 但是我下面指示的幅度都是在说5-8%的话 那就是说水位应该会给大家这个足够 还有也都不会突然间担惊受怕 觉得出现了一个很差的业绩 或者一个很符合不到大家预期的一个情况 急跌下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就是 磁形保贷或者向一些股份的稳定性高的 对大家投资者或者朋友来说 变相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资产配置的情况 因为其他很多股份一出现业绩 突然急跌10-20%下来的时候 那就难以去捉摸或者难以去愚策 两个你已经选了出来的了 中线炒复苏留意的技术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之后有机会再找Kent和我们分析一下 新收率现价升0.7% 先说到这里